总裁老婆破产后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拿钱跑路 因为我长得帅气却只爱钱 每天都会拿着总裁老婆的钱吃喝完了 然而我却想陪着总裁老婆东山再起 到时候手指缝里随便漏一点 岂不是能直接财富自由 可谁能想到 总裁老婆的破产竟是装的 我穿越到这本小说里的时候 已经是大结局了 美女总裁就是已经被女主打败的反派 我还记得关于她的最后一段话 柳如嫣唯一剩下的东西 只有那间卧室里躺着的丈夫 以及她那些名贵的手表和衣服 但是柳如嫣自己也知道 这个除了要钱一向不搭理她的男人 很快就会带着自己的手表和衣服离开她 她终将一无所有 我揉了揉太阳雪 想到那个已经破产的总裁老婆 悠悠地叹了口气 柳如嫣自从结婚后 一直对我这个炮灰挺不错 如今我成了这个炮灰 倒是不好意思在柳如嫣跌入低谷的时候 拿钱跑路 最起码也得等到她有了自己的收入 或者事业才行 花了一会儿的功夫把思路理清后 我起来开始收拾乱七八糟的屋子 足足花了三个小时 我才把东西都塞进自己房间的一个角落 东西此时都已经堆到了房顶 手表有一百多个 衣服更是有八十几套 此刻我无比希望能把衣服换成手表 毕竟手表要比衣服更好卖 我醒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 这会儿已经五点多了 摸着自己咕咕叫的肚子 我翻了翻茶几上的钱包 果然找到了身份证 银行卡和几百块钱 厨房我压根没进去 这两天我们刚搬进来 两个人又都不是会做饭的人 厨房肯定是没东西的 我得自己找吃的 还好柳如烟租的房子虽然不大 但是小区却不错 楼下就有一堆饭店 我溜达着下楼随便吃了碗面 想着刚才在卫生间看到的 寥寥无几的用品 又去超市里逛了一圈 提着一豆子日常用品回来 柳如烟那一份我也一起买了 颜色款式都是按照回忆里 他偏好的模样买的 回到家里 我又开始打扫 拧门走进柳如烟的屋子里 发现里面除了书架和书桌上东西 稍微多一些以外 就只剩下一张床和几件必备品 我无奈地叹气 难为这个从小精致育业长大的女人 能忍受现在这样的生活了 这房间也没什么可以收拾的 我把桌子擦了一下 把文件之类的东西放好 就关门回到客厅 开始继续收拾别的地方 等整个屋子收拾好后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我安心地洗漱完 把夜宵摆在茶几上 准备好好享用一番 正当我打开包装 要把第一口食物送进嘴里的时候 大门响起了开门声 我音声抬头 撞进了一双如秋水的眼眸 眼睛的主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收回视线时 不经意间扫过房间 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 目光再次回到我身上 我在同一时间把对方打难了个遍 这是个非常非常美艳的女人 无愧于作者用尽一美之词来形容她 感受着柳如烟的目光 我无意识地握紧手中的筷子 不自觉地感到紧张 毕竟我可是个冒牌货 柳如烟这样的人 真的会察觉不出丈夫的不对劲吗 她的眼睛让我觉得 一切事情在她眼中都无所遁形 你请了保洁 钱还够吗 我下意识地摇头 没有 是我自己收拾的 你收拾的 柳如烟明显很惊讶 我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 对 我自己收拾的 柳如烟正眼还诧异直直地盯着我 两人对视了一下 柳如烟率先一开视线 钱还够吗 够了 你呢 我习惯性地反问 却让柳如烟再次惊讶地看过来 然后缓缓道 够 这句话之后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柳如烟看了看桌子上我正在吃的东西 突然冒出来一句 抱歉 我没反应过来 抬头看到对方的视线所看的地方 赶紧摇头 没有没有 你没有什么需要抱歉的 柳如烟迈不走过来坐到另一边的沙发上 斟酌着说 财产的问题基本已经处理好了 我们名下的动产和不动产都被划走 虽然没有余下什么 但是也没有欠债 你不用担心债务问题 我手里现在还剩下三万块钱 柳如烟对炮灰几乎是人之意境了 我们现在全部的财产只有九万 如果离婚的话 她甚至愿意把八万块钱都给我 并且允许我住在这里 手表和衣服她肯定也不会要 那她就只剩下一间屋子和一万块钱了 看我不说话 柳如烟又道 我以后挣的钱 会每个月分出来一部分给你 一个月最少三千好吗 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以后的情况 所以只能先承诺这么多 如果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会补偿你的 我赶紧摇头 柳如烟不说话了 整个人都沉默下来 我意识到自己刚刚的动作 可能引起了误会 马上解释道 没有没有 我没有要离婚 我也不需要你给我钱 你放心 我的钱还够花 我已经接受现实了 往后会省得点花的 还会自己挣钱 你不用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普通人家一个月 其实也花不了多少 你不离婚 可是你昨天不是说 柳如烟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这时我想起昨天炮灰 好像确实是很生气的 说柳如烟没用 说要离婚 我脸色一酱 那个 那是我当时喝醉了 说不定还能养你 我一抬头 柳如烟看我的眼神很怪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如果你不想离婚的话 那就算了 什么时候想离婚了 跟我说一声就好 柳如烟起身柔柔太阳雪 眉眼中显露出疲惫 起身去卫生间洗漱 我尴尬的低头继续吃东西 听到柳如烟在进入卫生间之后 脚步停顿了几秒 估计是看到了我整理后 和之前截然不同的模样 然后水流声响起 等我吃完东西 柳如烟也洗漱完出来了 没有我想象中尴尬的场景 对方衣服捂得还算严实 顶着美艳的天怒人怨的脸 跟我道了声谢就去自己的卧室 临进去之前还客气的跟我说了句 你也早点睡 我抓抓头发 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再次整理一遍思路 自己也跑去洗漱 然后回房间打开笔记本电脑 在网上申请了个二手市场的个人店铺 这才关机睡觉 第二天早上 我习惯性的在早上六点半醒来 爬起来把昨天买的材料收拾收拾 把周煮上之后 便下楼去买了包子油条 等我回来 柳如烟刚好打开房门出来 她听到开门的动静抬头 看到我手中的早点 是不自觉的柔柔眼睛 大概以为自己看错了 早上好啊 我举举手里的包子和油条 我买了早点也熬了粥 你快去洗漱吧 说完我自顾自的去厨房 看粥熬的怎么样 无视了身后柳如烟诧异的眼神 因为两个人之前都熬夜 我怕两个人气血不足 特意熬了红枣红豆粥 这会粥熬的差不多了 我咬了两碗成尽 昨天买的此碗 然后把包子油条都放进盘子里 又煮了鸡蛋 调了小菜 柳如烟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餐桌上 勉强撑得上丰盛的早餐 这一幕明明非常温馨 但是柳如烟一点也没感觉到 自己的丈夫自己知道 结婚快三年多 从来没有任何做家务和下属的天赋 唯一会的就是买东西 结婚之前查到的资料 也没有说她会这些东西 难道之前都是在伪装 柳如烟眼中姑娘的意味太明显 我记出自己昨晚想好的理由 之前家里有帮拥有阿姨 我就没有动手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家里又没什么钱 总不好再一直去外面 我做的东西不算好吃 但是也凑合能入口 你要是不嫌弃 以后可以回来吃饭 所以当初爷爷问你会不会做饭 你是在骗她 柳如烟坐在我的对面 说完这句捏住勺子 咬了一口粥送进嘴里 我一愣 还有这么一出吗 我赶紧打哈哈道 我这水瓶跟阿姨没法比 当时想着爷爷吃的都是山珍海味 就没好意思献丑 这理由倒也勉强能说得过去 柳如烟点点头 其实味道还不错 柳如烟喝粥喝得很利索 但是包子只吃了一个 油条也只吃了一根 我看看她吃东西的动作很优雅 顿时领悟 让这样从小食不厌惊 快不厌惜的女人 吃这样的小摊食 确实是为难她了 吃完饭 柳如烟要帮忙把东西送进厨房 我赶紧制止 没事 东西我收拾就行 我会洗碗 你要忙什么就去忙吧 柳如烟放下碗筷 产业还没处理完 今天回来应该就是晚上了 你不用管我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你去忙你的吧 等到柳如烟出门 我总算自在了 这女人就算回来收敛了气势 浑身上下的贵气也抹出不了 那种压迫人的气势 更是若隐若现 要不是我之前也见过不少这种人 这会儿真未必能受得住 今天我要做的事情也很多 不仅要把屋子里的东西添置一下 还要把那些手表和衣服拍照 挂到网上卖掉 那么多东西 估计全卖出去也能换个一百多万 柳如烟要做什么就有七十资金了 还有 我还得研究一下这个世界的网文 然后斟酌着重操就业 是的 我是个网文写手 大学专业是室内设计 后来毕业不想以这个为主职业 就干脆写文了 偶尔接点儿散活画图挣外快 时不时还帮着写点别的宣传稿之类的 反正来钱的路子比较多 一直也都过得不错 把碗筷写了 我就拿着要买的东西清单就出门了 我一贯没有逛街的爱好 买完东西就回来安置好 又去给手表和衣服拍照 这么忙活一直到晚上 我已经累得不行了 才把手表拍完 我把早上的包子热一热砍了 便果断回卧室刷网文去了 体力活动今天撑不下去了 只能进行脑力劳动 两个小时以后 我高兴地拍拍手 端起桌子上的咖啡一饮而尽 这个世界的网文比我原本的世界落后一些 我以前写过的文都可以在这个世界 以更好的方式再写一遍 简直美滋滋 这时我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开门声 犹豫了一下 还是跳下床踢拉着拖鞋跑出去 没办法 今早发现房子的大门昨晚没反锁 柳如烟大概是住惯了别墅 忘了这种房子需要自己反锁 柳如烟看我出来 挂衣服的动作一顿 我一边跟他问好一边跑去反锁门 回来了呀 我今天早上才发现这门昨晚没有反锁 以前住别墅有人专门负责安全 现在没有了 这种门得晚上反锁起来 不然小偷一撬就能把门撬开 我知道了 两个人基本跟陌生人差不多 我只好主动找话题 你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 今天我又买了一些日用品 你要是缺什么可以告诉我 回头我再去买 暂时没什么缺的 话题终结 还能说什么 我思考了三秒 果断选择撤离现场 那没什么事我就回我的房间了 你有事喊我 柳如烟在我关上房门之后才打量房间 他还去厨房和卫生间都溜达了一圈 房子里今天多了挺多东西 比之前添了几分生活气息 窗台上连小盆栽都有了 柳如烟抬头嘴角勾起一丝意味不明的笑 这男人居然真的打算在这过下去了 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此时可不知道柳如烟在干嘛 一门心思忙着整理电脑 炮灰上高中还算努力 考上了重点 但是大学基本就是混过去的 电脑水平更是一塌糊涂 这笔记本速度慢得厉害 我得把里面的东西都清理清理 还得看看炮灰过去都弄了些什么 翻着翻着 翻到了存放照片的文件夹 这里面还有好多子文件夹 大部分是炮灰自己的自拍照 一小部分是父母的照片 最后那个文件夹名字是一堆乱码 我点开一看 好家伙 里面是炮灰和女人的合照 这个女人一看就是那种社会名流 长得也挺好看 就是那长相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感觉是个小绿茶 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 让人觉得清纯柔弱 看着两个人这么亲密的样子 我灵魂都在占领 赶紧翻看日期 还好都是结婚以前 吓死我了 保留了几张不是那么亲密的照片 我赶紧把剩下的都给删除了 这时我已经想起来了 这女人是炮灰以前上大学时候的女朋友 一个附加千金 但是都已经分手这么久了 完全没必要再留着这些东西 这得亏是柳如烟不计较 否则万一被发现那就是定时炸弹了 等把电脑摆弄得差不多 时间就到了将近十一点 我打了个哈欠 直接扑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比昨天还早 没有下去买东西 而是选择自己做了个炒饭 倒了牛奶 还配了两个小菜 柳如烟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把饭菜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她洗漱完出来刚好能吃 你还会做炒饭 柳如烟看着眼前这丰盛的炒饭 再次刷新对我的认知 对啊 我会做的东西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是家常饭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算不上美味 顶多能吃 你别嫌弃 柳如烟咬一勺送进嘴里 不错 挺好吃的 喜欢就好 我还在想着今天的计划 头都没抬 今天中午我回来吃饭 啊 我正愣了一瞬间 随即反应过来 你想吃什么 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吧 不过我想吃米饭 行 我想了一下 那我做个糖醋排骨 西红柿炒蛋 蛋花汤怎么样 你能吃得饱吗 应该可以 那你放心出去忙 十二点多吃饭 吃完饭 柳如烟拿上外套便出门了 依旧是我收拾碗筷 出了小区 柳如烟上了停在小区门口的一辆车 开车的是他以前的助理失礼 也是爷爷选定陪他一起长大的朋友 对方一见他上来做好 就把手里的纸袋递给他 烟烟 薛记得早点 不用了 我吃过了 陈泽做的炒饭 哈 对方递东西的手炖煮 泽哥还会做饭 我也是头一次知道他会做饭 昨天熬了个粥 我以为已经是破天荒了 听他说自己会做饭以为是自夸 结果今天竟然做了炒饭 中午我说要回来吃饭 他还表示说要炒菜呢 听着我这反常的表现 石灵皱没到 他该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 我记得你以前和他井水不犯河水 他什么都不会啊 对了 他之前不是说要离婚吗 我都已经查好了办理不中 怎么现在没动脚了 柳如烟抬起头 脸上挂着一抹若有所思的笑语 他说不离婚了 说已经接受了现在的生活 以后会好好过日子还会挣钱 让我不要有太大压力 柳如烟依靠在靠背上 语气不明 泽哥难道是看不下去你吃苦受累 打算和你同甘共枉 如果这样的话 他人还不错吗 柳如烟语气淡淡的 大学里无所事事 之前结婚这两年多知知道花钱 头一天还说要离婚 第二天就改变主意 你觉得呢 石灵不知道该说什么 想了想到 这个人家都说患难见人心 新许泽哥就是个遇到事情 才能看出来人品的那种人 或许吧 柳如烟不是很在意 走吧 反正他也不会影响大局 慢慢看看吧 另一边 我一上午都在忙活拍衣服的事情 八十多套衣服 自己根本穿不了 留下十多套撑门面就够了 剩下的全部卖了 还能买点普通的衣服 两个多小时才拍了一半 我看看客厅上挂着的表 已经到了十点 想着需要出去买菜 我赶紧把衣服收起来 随便套了个外套就出门了 出了超市 我拎着两个大袋子朝小区走去 刚过马路突然听到有人喊我 一扭头 是个长得很漂亮 打扮得也精致的女人 再仔细一看 这不正是昨晚照片上那个女人吗 对方一看我回头 马上跑过来 小子 你怎么 怎么成这样了 我低头瞅瞅自己的衣服 在瞅瞅手里提的东西 不解道 有什么问题吗 你怎么会在这 我听说了柳如烟已经破产的事 就跑来找你了 你看你现在这样 还要逛超市买菜 该不会还是自己做饭的吧 你甩了柳如烟回到我身边吧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这女人一脸深情的样子 你甩了柳如烟回到我身边吧 我现在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看到你赤苦心里难受 回来跟着我 我肯定会让你过得很好 如果不是记忆里那些 关于这个女人的事 我真要被她眼中的深情感动了 秦又威 秦氏集团二小姐 也是炮灰以前的女朋友 这女人以前跟炮灰在一起的时候 一边享受着炮灰对自己的殷勤 一边嘲弄炮灰想要放大款 虽然有钱 却从来不肯在炮灰身上花一份 交往的时候一直都是炮灰在花钱 对炮灰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优越感十足 一直到炮灰被柳如烟找上 她才做出深情的模样 想让炮灰拒绝柳如烟 炮灰当初对她也是一片真心 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攒钱给她花 生怕被她看不上 可这女人却只想玩弄炮灰 幸好炮灰为人还算理智 才没有彻底沦陷在 秦又威爱情陷阱当中 当初炮灰其实差点都要拒绝柳如烟的 还好阴差阳错 看到这女人吻上自己的好兄弟 并说她只是玩弄炮灰的感情 炮灰这才死心 也正是因为这样 炮灰才会觉得人生在世 只有钱能靠得住 从而变成后来那副 只知道花钱的样子 可以说炮灰的悲剧 这女人要负至少一半责任 而现在 这个渣女找上自己 也绝对不是因为深情 背后打的什么主意不知道 但是肯定不怀好意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理由 是她这么做的原因 以前柳如烟 再次打击柳如烟 也许她们还想对柳如烟在做什么 第三 以前一直没能得到炮灰 这狗东西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一定要得到自己 至于除了这三个理由还有什么 我就没办法知道了 但是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于是 我摇摇头道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你哪来都回哪去吧 为什么 柳如烟都已经是个废材了 她只会让你吃苦 你涂了什么 我叹了口气 想到以前的炮灰 脸色一正 所谓夫妻 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是她的丈夫 自然要陪在她身边 无论她变成什么样 都不能随便抛弃她 别说她只是暂时失败 就算她藏了碎了 我也得照顾她 这跟吃苦和没钱没关系 只要她一天不跟我离婚 我就不能抛下她 何况现在是她最需要我的时候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如果没弄错的话 她跟你几乎没什么交集吧 只会不停地给你钱 让你买东西 你跟她根本就没有感情 为什么要陪她吃苦 秦又微看我的眼神 宛如看一个傻子 谁说她对我不好 以前她有钱的时候 每个月可给我不少钱 虽然她没时间陪我 但是我可以尽情地花钱 是 这些钱对她来说 也许不算什么 但是谁的钱 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她给了是情分 不给是应该 她既然给了 我就应该成她的情 现在她失事了 即便离婚 她都还同意 让我住在租的房子里 还愿意把剩下的 大半钱都给我 对我已经够人之意尽了 秦又微不敢置信 这也叫好 如果这都不叫好 那什么叫好 我们彼此之间 本来也没有感情 凭借人品 能做到这个份上就不错 你说她不好 难道你好 我怎么不好 你要是跟了我 我一定会对你很好的 不等秦又微继续说下去 我便打断继续道 大学时我没钱 你一直都嫌弃 我觉得我是想帮你这个大宝 瑞士快两年 我们交往你没有花过一分钱 连送我的礼物 都是买东西的赠品 反倒是我一直努力 做兼职赚钱给你花 结果你一转头 又跟我的朋友搞到一起去 这也叫好 我不顾秦又微难看的脸色 接着道 还有 你如今来找我也不是因为喜欢我 而是觉得抢了柳如烟的男人 让你觉得痛快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怎么当初柳如烟 没有失事的时候 你不来找我 我以前被你骗是因为喜欢你 但是自从发现你是个渣渣以后 我就看清楚了 我不傻 你在瞎说什么 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你是不是听柳如烟 说了什么误会了我 秦又微眼神透着阴暗 你太高看自己了 柳如烟那样的人 不会在我面前提到你 他根本不会注意到你 只有你会一个劲的盯着他 试图在他面前找存在感 这就是俗话说的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眼中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 你该去哪去哪吧 更难听的话我不想说 秦又微眼神更阴暗了 往前走几步 他面带柔弱道 小子 你肯定是让柳如烟给你洗脑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是真的喜欢你啊 那个柳如烟就是现在没钱了 所以才拖着你不放手的 你不能这么傻呀 停 你别过来 我立刻高声制止他靠近 总而言之 趁着妻子失事的时候抛弃对方 根本不是人干事 我是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他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就算我离开他 也一定是他不再需要我的时候 秦又微还要说什么 旁边突然响起一片鼓掌叫好声 好好好 小哥说的好 三观真正啊 是啊 现在的人如果都能这样想 就不会有那么多离婚的 小哥人真不错 你妻子嫁了你不亏 我这才注意到 旁边不远处有一群明显是刚刚锻炼完回家的大爷大妈 大爷大妈们走过来 当头的大爷上下打量了一遍秦又微 不住的摇头 泽泽 小姑娘 人家跟妻子过得好好的 你跑来翘墙角可不地道啊 你想想要是你结了婚 整天有女人想来翘你的墙角 你是什么感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 红衣服的大妈朝前一步 就是 你说人家妻子没钱了 她就应该离婚跟你走 那你就敢保证 以后你不会有没钱的一天 那到时候是不是你的丈夫也能跟别的有钱人走 这小伙要是真的抛弃妻子跟你走 你敢要 这群大爷大妈就像是打开了什么机关 一个个的都开始批判秦又微 连反驳的机会都不给他 他分分钟成了道德败坏 三观不正还无可救药的渣女 我赶紧给大爷大妈们让开位置 在人群后面忍着笑喊 大爷大妈 他这人就是需要教育 你们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我还得回家做饭 就先回去了呀 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 前面的大爷大妈们一挥手 没事 你回去吧 这里交给我们 不远处把这一幕 尽收眼底的柳如烟和石灵 坐在车里半啥而没动 一直看到秦又微老老实实 承认错误被大爷大妈们放走 石灵才不可思议地开口 烟烟 我以前虽然只知道花钱 但是现在你名义上破产了 他却不肯离开你 宁愿吃苦也要留在你身边 而且还不是因为爱你 而是出于道理 这就是那几位大爷大妈说的 三观太正了呀 柳如烟此时也觉得 自己对我的认知 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 告别了石灵后 柳如烟静止回到了家中 等他回去 一开门就看到我抱着电脑 窝在客厅沙发前的地毯上 霹里啪啦打字 屋子里满是肉香 回来了 听到开门声 我抬头看他一眼 手上打字的动作不停 非常麻溜 柳如烟把买的水果放在茶几旁 好奇地走过来 并静一看 发现我竟然在写故事 我想着我的专业都忘得差不多了 倒是以前学的一些其他东西还记得 加上一直都有看小说 对这一块还算了解 打算试试写网文 你不介意吧 我嘴上问着 手上的动作也不停 显然只是客气地询问一下而已 柳如烟觉得这倒也符合我的情况 反正也不指望我赚钱 不置可否 你开心就好 我知道这位大佬肯定是看不上这些东西的 可能也不是很了解这些 我只好转移话题 排骨已经炖上了 估计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吃饭 你去忙吧 柳如烟点点头 去洗漱换衣服之后 进了自己的房间没再出来 一个小时以后 我敲门喊他出来吃饭 餐桌上放着两碗米饭 菜色还挺丰富 红红绿绿的很漂亮 我还做了点缀 一看就是精心烹制的 我也是头一次做糖醋排骨 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试试吧 不行的话我等下去拍个黄瓜 我在柳如烟对面坐下 端起自己的碗说 自从大学父母出事以后 我一直自己一个人生活 受老爸老妈的影响 对生活的质量要求不算太高 也绝对不低 家里会按时打扫 只要有空就会自己做饭 生活很规律 所以生活技能都没问题 这会这么说也不过是客气 自己的厨艺不敢说有多好 家常水平还是有的 以前朋友聚会都是我长熟 收获了不少赞美 柳如烟加起一块送进嘴里 点头 不错 挺好吃的 那就好 那你多吃点吧 前几天生活乱成一团 你既没吃好也没休息好 辛苦了 我倒一杯上午泡的柠檬茶 推到他面前 这是加了一点点蜂蜜的柠檬茶 补充维生素C 你能喝多少是多少 别嫌酸 柳如烟脸下探究的眉目 总觉得面前的男人 像是换了个人 跟以前查到的消息 以及相处的这两年 都完全对不上 可是他也确实 没有仔细关注过他 不敢说自己以前查到的消息 就全面无误 只能安安安下心中的疑惑 辛苦你了 柳如烟喝一口柠檬水 缓缓道 没有没有 我整天在家里 风吹不到雨淋不着 倒是你在外面 要面对那么多的事情 肯定很辛苦 你多吃点 我笑了笑 其实光是想想就知道了 柳家以前是别人高攀不起的家族 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 谁敢对上柳家 而柳如烟又从小 就是最优秀的那个 多少人都是被父母拿他做比较 被嫌弃着长大的 光是这些积累下来的怨恨 就有多少 如今柳老爷子不在了 柳家其他远之 只会想着怎么瓜分柳家剩下的势力 他们巴不得柳如烟赶紧垮下去 根本不会伸出援手 更乐意对柳如烟落井下石 看着昔日只能仰望的人 被自己踩在脚底下 其实我穿越前看小说的时候就没明白 为什么柳如烟一直坚持 不让她的几个闺蜜帮她 明明只要接受那些人的帮助 她就不至于败落 可惜现在我俩关系也不怎么低 便也不好意思问 想到柳如烟总归是曾经的大佬 大概是有自己的考量吧 一顿饭 柳如烟吃的怎么样不知道 我自己反正是吃的心满意足 估计柳如烟应该也不讨厌我做的饭 因为她吃了两碗呢 碗筷我先放厨房了 你不用动 我下午睡起来再刷 我把碗筷丢进厨房的水池 洗了水果端出去放在茶几上 继续窝在那里敲字 写自己以前写过的东西 速度自然是非常快的 再加上我打字的速度早就练出来了 上午那会功夫 我就已经搞定了2000字的打钢 按照这个速度 估摸着明天写完2万字就可以投稿了 正点前减轻柳如烟的压力 柳如烟再次回了自己的房间 门关上不知道在里面做什么 到了快一点半 我逼迫自己关电脑滚去睡午觉 客厅里顿时安静下来 在自己卧室里的柳如烟犹豫了一下 在手机上回复自家姐妹 小四 算了 我先看看她后续怎么样 已先不查她的过去吧 这才两天 也许是我想多了也不一定 再等等吧 不到一个小时 闹钟响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 感觉脑袋有点晕晕的 我摸到卫生间 发现门竟是拉上的 心里吐槽自己 好端端的关门 闲的你 顺便抓住把手一把把门扯开 正要迈不进去 一抬头 和里面的人撞了个脸对脸 我强装镇定 面无表情的把门重新拉上 然后忍着崩溃冲里面的人喊一句 抱歉 我睡迷糊了 以为只有我一个人 喊完我红着脸跑到自己房间把门关上 恨不能拍死自己 碰上名义上的老婆蹲厕所 真的太干大了 好半天 我才调整好心态 拧开房门出去 柳如烟刚好从卫生间出来 两个人再次撞个脸对脸 虽然中间隔着四五米的距离 嗨嗨 柳如烟红着翘脸故作镇定 没事 你别太尴尬了 这房子小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习惯就好 是是是 习惯就好 我连连点头 然后好奇 你今天不出去 今天要办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下午就不出去了 柳如烟说完 突然想到 我这几天不在 这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呢 我感到有些忐忑 怎么了 直接告诉我 我不是只会挣钱 柳如烟一本正经道 我知道了 我看着柳如烟一本正经的样子 竟然觉得挺萌的 这人不管生意上成功还是失败 模样长得真是没得挑 作为作者笔下最好看的女人 她即便是面无表情也非常好看 我觉得自己面对着这样的女人 也能不动心 真的非常厉害 柳如烟说完 非常有深意的看我一眼 这才回自己房间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站起身跑到她门外 晚上你要吃什么呀 随便 我不挑 里面传来清脆的声音 好吧 大小姐比想象中的要好养活 我又溜达回去 窝在茶几旁边继续码字 刚码完一张 我突然想到二手了 赶紧打开上去看 好家伙 已经卖出去12个表和两套衣服了 我不是很懂那些奢侈品的价值 所以之前挂上去的时候 都是先在网上查了价格 再打八折挂上去的 这些东西很多都没拆封 可是我怕回头柳如烟集用钱 所以没敢挂那么贵 本来还担心这种东西贵了 没人舍得买 想不到卖的还挺快 把需要发货的地址都记录下来 我把文件保存之后 就跑进房间找手表和衣服 因为要记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打算喊人上门来收件 半个小时以后 所有东西都打包好了 上门收件的人也到了 柳如烟大概是听到动静 打开门出来了 你这是做什么 意识到情况不对 柳如烟眉头拧起 我一边让收件员记录登记信息 一边头也不抬得回话 之前的衣服和手表太多 我现在也不出去 他们搁在那里又太占地方 我就分出来一些把他们卖了 这是今天卖出去的 得早点把东西寄给买家 柳如烟一把握住我翻手机的手 不用 我们还没到需要你卖东西的份上 我斟酌着开口 其实主要是嫌他们占地方 而且已经不是最新寄的产品了 留着我也不会用 不如卖了换成钱 这样以后要是看到喜欢的新产品 还能买 这样说 足够给大小姐面子了吧 我觉得自己也是挺有心的 但是不知道我是乃俊华出动的大王 柳如烟握着我的手颤了一下 然后松开了 没有再制止我 说了句 好 以后买新的 哪里敢买新的呀 一个手表几万块 都够我半年的生活费了 买几个手表就可以去吃土了 心里这么吐槽 我表面上一点没有表露出来 千金大小姐吗 都是要面子的 我仰起笑容 嗯 等你以后给我买新的手表 柳如烟被眼前这张虽然熟悉 但最近感觉非常陌生的 脸上的笑容给闪了下眼 微微低头 看到地上装好的盒子 弯腰捡起来帮忙给收件员 放到大包里 一直到收件员带着东西离开 柳如烟才问我 你打算卖多少 我想了一下 原本有一百多个手表 八十多套衣服 其中手表有七十多个都没拆封 我打算全卖了 剩下那五十个卖个四十多个吧 我留十个手表应该差不多了 至于衣服 留个三十套左右 剩下的全卖了 我以为柳如烟是要制止我 没想到柳如烟只是点点头 就没再说什么了 随便拿起一个苹果 开始坐在沙发上削起来 我一时摸不准她的想法 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做 是不是打击到了她的自尊心 不过生活总比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重要 就算她介意 我也没办法 今天上午我已经查了 现在这不闻里房价才涨到一半 我也不知道柳如烟有什么打算 以及以后会不会真的东山再起 但是不管怎么弄 我都得想办法先买套房子 卖了手表和衣服 我就能付个首付了 到时候把剩下的钱给柳如烟 我自己慢慢供房子就成 这样就算大小姐以后不能在东山再起 我们也不至于没个落脚的地方 我脑子里胡乱想着 窝在茶几旁边盯着电脑屏幕 一时没有动作 眼前却突然多了个削好皮的苹果 苹果的香味扑面而来 皮削得均匀漂亮 我不由自主地咽了下口水 发现是柳如烟把削好的苹果递到了自己面前 给我的 我直指自己 柳如烟把苹果又往前递一递 委屈你了 我真是受宠若惊 原著里的柳如烟可是从来不接近男人 并且对男人也没什么耐心 如今竟然会给我削苹果 还削得这么好看 太让人惊讶了 赶紧把这个苹果接过来 我表态道 没什么 本来也是花你的钱买的 你以前没嫌弃我败家 我已经很感激了 柳如烟竟然笑了 这人平时冷着一张脸 虽然不是特别冰冷 但是也让人清静不起来 这会儿突然一笑 我直接看呆了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美艳的女人 放心 以后肯定会给你买更多的手表 我下意识地点头 回过神爱 有些羞涩 是 我相信你肯定会东山再起的 你别急 我等你 到时候你再给我买表 说完还做了个鼓励的动作 加油 你一定行的 柳如烟就这样含着一丝笑意 起身回房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眼中闪过一丝趣味 又赶了一下午的稿子 总算是码出来了一万多字 晚饭我熬粥炒菜 两个人随便吃了点 继续各做各的事情 晚上一直熬到十二点 我成功搞定两万字 第二天早上吃了饭 柳如烟出门 我就倒过投稿的事情 看一看二手网页 又卖出去了八个手表和一套衣服 仿佛看到大笔的钱 在不停地往自己钱包里端 我心情非常好 刚刚把稿子整理好投出去 便听到有人敲门 谁啊 我站起来准备去开门 听到门外面说话的是个男人 是我 童景 童景 那是谁 我一边去开门一边回想 想了半天也没在回忆里找到这个人 打开门一看 外面就只有一个男人 长的是那种皮帅式的相貌 一看到我就以姑娘的眼光 从头打量到尾 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童景说着就要往里进 我也不清楚这到底是谁 赶紧挡住他 你找谁啊 你如果是陈泽的话 我就是来找你的 对方一些身子 挤进屋里 刘姐姐这会儿不在这儿吧 对方已经挤进来了 我也不好再把人赶出去 只好把门关上 倒了杯茶放到他面前 他不在 一大早就出去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事 说实在的 你虽然长得还不错 但是既没有家世也没有能力 刘姐姐嫁你实在是委屈了 我知道 当初是因为刘爷爷为了报答恩情 才让你娶刘姐姐的 可你娶她这么多年 也不能在事业上帮助她 整天除了买东西和碗以外 什么都不会 你自己觉得好意思吗 我打断她 我能冒昧地问一声 你是柳如烟的什么人吗 童景骄傲的略微昂头 我和刘姐姐是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 她对我特别好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们说不定早就在一起了 我在回忆里找了半天 还是没找到童景这个名字 可是 我从来没听说过你啊 这不是废话吗 难道刘姐姐会在你面前提到我 如果是青梅竹马的关系 好像柳如烟确实不会在炮灰面前提起 首先他们不属 其次他也不会多事 我点点头 所以 你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今柳姐姐正是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怎么好意思继续拖她的后腿呢 我爸已经同意 只要我们结婚 她就帮柳姐姐东山再起 所以你应该和她离婚 如果柳如烟想要跟我离婚 大可以直接来跟我说呀 做什么还要你转达一下 我又不是死皮赖脸的人 还是说其实这只是你一个人的意思 童景瞪我一眼 非常嫌弃到 柳姐姐怎么会主动做出这种没品的事 她当然不好意思说呀 这得你自己主动才行 你花了她那么多钱 这些年也没帮上她什么 她可从来没有为难过你 如今她有难了 你帮不上什么大忙 是不是至少也该不拖累她 主动提出离婚 她顺水推舟 大家面子上都好看 这是柳如烟的意思 我只抓住重点再次确认 这是我的意思 童景不耐烦 你怎么还不明白 柳姐姐不是个会做这种事情的人 现在需要的是我们主动帮她 你先和她离婚 我才好跟她结婚 然后才好接受我爸的帮助 然而我摇了摇头 如果这是柳如烟的意思 我提出离婚当然没问题 但是你说这是你的意思 那我倒想问一下 她也不喜欢你啊 我能帮上她 而你根本只会拖累她 我比你适合她一百倍 你错了 我再次摇头 也许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柳如烟的为人 但是我敢肯定 她绝对不会轻易接受你父亲的帮助 尤其是这份帮助 还是以和你结婚为交换 你觉得说动你父亲帮助她是对她好 却没想过如果她依靠你父亲东山再起 以后要如何在世人面前立足 她将永远都无法摆脱 依靠富家发家的名声 我确实不是很了解柳如烟 但是我相信袁助理写的那个反派 不是一个愿意吃软饭的人 事实上 如果不是因为她不愿意折腰 也不会遭遇很多艰难风险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会接受拿自己的婚姻 做筹码来换得自己东山再起 至少短时间内不会 至于炮灰和柳如烟的婚姻 纯粹是为了报恩 柳如烟当初无论是为了爷爷 还是为了名声 都选择了接受 这和童景这种情况又不同 别人不会说她什么 只会说她讲道义 而她一直都是处于强势的那一方 并不会让她觉得不自在 其实我也不介意和柳如烟离婚 只是绝对不是这样 被别人怂恿地以为 她好为借口跟她离婚 我摆出我的态度 柳如烟想要如何是她自己的事情 自己绝对尊重她的选择 你就是想拖着她不跟她离婚 童景仿佛被踩到了尾巴 一下子炸了 你这个男人怎么能这么自私 柳姐姐对你已经人之一尽了 如今好不容易 她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你却要亲手抹杀掉 你真是太让人恶心 我恶心 童先生 我对你已经够客气了 我的脸色一下子冷下来 别说你今天突然跑过来 说一堆不合适的话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上赶着做小三破坏别人家庭 我和柳如烟两个人的婚姻 什么时候轮得到外人插嘴了 好 就说你是好心帮柳如烟 可你也不该跑来找我说这些话 你想帮她你去跟她说呀 她的事情我又不能替她决定 我又不会死缠烂打地不离婚 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这件事情稍微想一下就能知道 如果她真的喜欢你 在柳爷爷找到我之前 你们为什么没有结婚 倘若说是感情不到位 那为什么你们连情侣都不舍 你口口声声说 她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 可你现在的行为分明是替她背信弃义 而且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她的喜欢 根本没有替她考虑过具体问题 恕我实在没能从你身上看到对她的深情 我只看到了一个想要满足自己私欲 并且自以为深情的男人 童景气得脸胀红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一个除了花钱什么都不会的小白脸 凭什么说我 就凭我现在还是她名义上的丈夫 只要我一天还是她的丈夫 我就有资格说任何想要插足我们婚姻的人 我昂首挺凶 是 我以前是只会花钱买东西也没帮过她什么 但是她以前也是同意让我买的 她都不介意 你着什么急 如果你想娶她 那就去跟她说 只要你跟她达成共识 我一定二话不说就跟她离婚 你在这儿跟我说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不要脸 童景气得把杯子狠狠放在桌子上 我已经不生气了 淡定的把玩着自己的杯子 你一个想要破坏别人婚姻的人都不觉得不要脸 哪里来的勇气说我不要脸 既然你觉得我不要脸 想来我们是话不头羁绊居多 我就一个态度 我是不会主动提出离婚的 你想让我们离婚 自己去找柳如燕 她如果要跟我离婚 我二话不说就离 童景气得直喘气 说到底 你就是不愿意离婚 我点头 你就当是我不愿意离婚吧 得到肯定答案 知道自己今天已经没办法达到目的 童景直接站起身 气冲冲的走了 走之前还不忘回头冲我来一句 狗东西 你等着吧 刘姐姐早晚一定会甩了你的 大门再次关上 我悠悠地叹了口气 女主招人喜欢就算了 连反派都这么招人喜欢 我不仅要帮炮灰报答大小节 还得面对前来纠缠大小节的男人 也是不容易 如果不是因为良心过不去 我其实挺想离婚的 不过也就是想想 我干不出来占了人家的身体 却理所当然的事情 更干不出来花了人家的钱 又趁着人家跌入低谷 抛弃人家的事情 虽然那钱也不是我花的 可是现在名义上 都是自己的账不是吗 把这件事情抛到脑后 我打开网页记录地址和样式 然后到自己屋子里 扒了卖出去的手表 整理好之后 给收件员打电话 今天卖的东西也要早早寄出去 算一算 卖出去的这些东西 也有差不多二百多万 等到买家们收到货 我的银行卡里 就能多出来一笔钱 回头再卖几件 我就可以买个小户型的房子 付个首付 然后成为有房一子 想到这个 我突然干净满满 暂时不想再满子 干脆打开网页 开始查这个城市的房源 第一套房子 一定得好好挑一挑 看了一会儿 就快到中午了 我连网页都没顾上官 就赶紧去做饭 今天早上柳大小姐走的时候 跟我说了中午要回来吃饭 都怪我想象 未来的美好生活想得太投入 连时间都忘了看 中午打算吃馄饨 馅料是一早就盘好了 馄饨皮昨天也买了 我把东西都放在餐厅的桌子上 就包起来 因为上辈子在家 闲得没事就吃这玩意儿 所以我的动作相当熟练 仿佛形成了某种韵律 几秒钟一个 胡大会儿功夫就包出来了二十多个 正包着 柳大小姐回来了 我包得认真 头都不抬 回来的呀 嗯 你在做什么 柳如烟站在门口的位置换血 只能看到我有韵律的动作 却看不到我具体在做什么 下意识地问一句 包馄饨啊 今天中午吃馄饨 然后我再捞一点饼 这样就不用担心吃不饱了 我说的特别自然 烙饼和包馄饨 这已经不是一般 只会做家常菜的人 可以完成的事情 柳如烟心里的怀疑再次冒出来 但是下一刻 看到坐在那里 安安静静动作 娴熟地包馄饨的我 细碎的阳光 从白色纱窗后面映照在她身上 仿佛给她整个人 都笼罩上了一层光月 颇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又觉得没什么可计较的 嗯 说起来 我也很久没有吃过这东西了 柳如烟不由自主地冒出来这么一句 而后颇觉怪异 闭上嘴挂了衣服 掩饰什么事地走进卫生间洗手 她的怪异我完全没有接受到 我自己也喜欢吃馄饨 想着之前这段时间 柳如烟生意上一堆事 哪有心思顾及吃什么 加上馄饨只是小吃而已 好久不吃也是正常 那你要多吃一点吗 你要是想吃 我待会儿就多煮一点 剩下的包好放冰箱冻起来 万一哪天不想做饭 就拿出来煮了吃 那就多煮一点吧 柳如烟洗了手出来 给了这么一句 她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小吃了 上一次吃小吃还是三四年前 如果不是我突然提到这个东西 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有多久没有放松过一时片刻 OK 那我待会儿就多煮一点 我嘴上说着 手里的动作也不停 在我看来生活充满希望和小小的幸福 日子都是人过出来的 能重新活一次本来就很幸运了 生命里的一切馈赠都应该好好珍惜 能好好坐在这里包馄饨吃馄饨就是快乐 将近一个小时以后 两碗热气腾腾的馄饨上桌 柳如烟被我喊出来 看到的就是两碗撒了香菜和虾米冒着香味的馄饨 馄饨饨饱满可爱 一看就让人很有食欲 除此以外还有一碟薄饼以及几碟不同的小菜 我已经坐下了 偏头点了点 示意柳如烟快做 我脸上带着几分期待的笑容 快尝尝吧 我感觉我包的馄饨还不错 不知道你食量是多少 馄饨这东西也吃不饱 我就干脆弄了点卷饼 对了 你会吃卷饼吗 柳如烟听我这么说 有点好笑 但是没有表露出来 当然会 我也是正常人 说完他坐下尝了一个 品了品 给出评价 味道还不错 看吧 我就说我包的馄饨不错 主要是我喜欢吃 既然还不错 那你就多吃点 两个人吃饭速度不一样 柳如烟虽然吃的只有我的二分之一 但是几乎和我同时吃完 这次当我要去刷碗的时候 他突然出声 回头我买个洗碗机 我端着碗正朝厨房去 文言一愣 赶紧拒绝 洗几个碗而已 费不了多大功夫 没必要再破费 不值什么钱 没关系 柳如烟随口道 我瞬间露出一副有些纠结的表情 柳如烟有些奇怪 怎么了 大小姐现在还没有转变回来态度 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 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有钱人了 我在纠结要不要直白地提醒柳大小姐 但是看看对方略有些拧眉的脸 原本要提醒的话一出口就变了的模样 好吧 那回头我就去买一个 你不用关心了 我这人龟毛得很 可能要挑很久的 我说完心里就直叹气 人长得好就是占便宜 我居然连一点伤害大小姐自尊心的话都不忍心说 反正都说我很挑挑 挑很久挑不出来一个满意的也是正常 柳如烟瞧着我纠结的样子 扶植心灵突然就明白了自己的丈夫在纠结什么 一时间心里有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她的前半生虽然被爷爷逼着也试过没钱的苦 但是15岁以后完成历练就再也没有尝试过没钱的感觉了 这一次倒不是她没钱 而是她名义上的丈夫以为她没钱 可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当着她的面说没钱的话 这种感觉很神奇 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想的 柳如烟没有跟我说什么 只是道了一句自己有事吗 就回了房间 留下我一个人继续刷碗 我自己觉得日子过得挺好的 刷碗的时候还有心情哼歌 想想如今有房子住有饭吃 手表和衣服都卖得不错 马上又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往后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大小姐的能力没问题 东山在起是早晚的事 到时候说不定她看在我没有落井下石的份上 还能给我分点钱 别忘了柳如烟在落魄的情况下都没有对我抠门吗 未来有钱了肯定给的更多 想想都觉得美滋滋 就算大小姐以后起不来也没关系 自己也可以养家 暂时有柳大小姐这个勉强算是朋友的人在 也不会担心出了意外没人管 柳如烟肯定不会一辈子没事做 到时候平凡的日子过着 什么时候她想离婚 我就离婚再慢慢遇合适的人 往后彼此安好也很好 洗了碗我又去码了会儿子就准备午睡 这时候柳如烟突然开门走出来 今天童景来为难你了 我把文件保存了 才把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到柳如烟身上 意识到对方说什么 我有些犹豫 也称不上为难 就是她让我主动跟你离婚 缓缓道 我跟她确实没什么 也不会因为她跟你离婚 你做得很好 至于其他的事情 以后再说 我暂时还用不着别人帮忙 这些事情也不是她爸爸能顶得住解决得了的 我知道了 我想着也是 我点点头 起身准备回房间去午休 那你还有别的事吗 柳如烟叹就是的看着我 你什么时候多了午休的习惯 我身体一讲 糟糕了 以前炮灰总是时间颠倒 而我自打出现在这个世界就一直规律作息 差别确实挺大的 那什么 这不是突然明白了自己以前的作息习惯不太好 身体素质比较差 所以逼着自己调整吗 其实你也可以试试 中午休一下下午会比较有精神 做事更有效率 柳如烟不治可否 那你休息吧 说完她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留下我站在原地忐忑不安 思索着自己应该没有说错什么话吧 遭遇了家里破产的重大变故 谁还不能有个改变了 进入自己房间的柳如烟 面无表情地坐回桌子前 陷入沉思当中 过了一会儿 她好像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倒是翻开手机给人打了个电话 这几天你买一个洗碗机送到我这边来 有些事情还需要再看看 在此之前 还是先按照目前的状况继续吧 打完电话 柳如烟把手机放到桌子上 不经意看到旁边的床 脑海里回想起 刚才自己名义上的丈夫说的话 午睡什么的 真的有那么好 在她回过神之前 已经不由自主地躺到了床上 感觉身体都放松下来 柳如烟勾勾勾嘴角 嗯 好像确实感觉不错 上一次午休得是三四年以前了吧 这几年一直在忙各种事情 她已经很久没有安心地 睡过一个好觉了 不知不觉中 已经到了下午两点半 我从房间里里门出来 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到卫生间抹了一把脸 刚出卫生间的门 就看到柳如烟从她的房间出来 眼睛还有几分迷蒙 配着她那张美艳的脸 分分钟可以让一大波男人 败倒在她裙摆之下 我刷得一下低下头 天爷啊 大小姐睡起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也太好看了点吧 这样的人居然是个反派 作者怕是花了不少心思 来塑造这个反派 然而最后却给了 这么悲剧的一个结局 太可惜了 心里这么想着 我没注意自己的表情 不经意地带出来了几分联系 被柳如烟看睁着 那带着几分联系的表情 仿佛把柳如烟给烫了一下 她立刻收回目光 你要用卫生间 啊 没有没有 我已经用好啊 你请你请 我赶紧让出位置 等柳如烟进去 我耸耸间就再次坐到 电脑跟前开始准备码字 刚一打开扣扣 就看到有人申请成为我的好友 一看被主 居然是文学网站的编辑 耶 陈泽下意识地双手握拳 做了个加油的动作 不用问 肯定是过了初审了 不过初审的话 编辑是不可能主动加扣扣的 柳如烟听到外面的动静 刚洗了手就出来了 怎么了 我的小说过了初审了 等到二审和中审过了 就可以变成小钱钱了 我心情美滋滋 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柳如烟看她亮晶晶 仿佛等着夸奖的眼睛 表情略微柔和了一些 是吗 那真是恭喜了 同喜同喜 我笑得灿烂 原本帅气的脸上 更是增添一抹光彩 说完就不再大力柳如烟 沉浸在自己的小说里 继续低头马则 稍微看一下我 就知道我现在干净满满 柳如烟重新回到卫生间 眉头微醋 觉得一个人再如何装 也装不出这样纯粹的目光 现在陈泽的眼中 已经没有了曾经的欲望 贪婪和迷茫堕落 那些负能量好像都一起不见了 一个人会突然之间 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变化大到仿佛成了另一个人吗 可惜这件事情 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他索性就不再想 洗漱完出去就要出门了 出门之前瞧了瞧我 只见我尚且还沉浸在我的小说里 嘴角带着笑意 仿佛很开心 还是查一查吧 柳如烟下定决心 他不想再把时间和精力 花费在这个本该早就解决的问题上 查一查 如果他真的觉悟了愿意改变了 那他留着他也无妨 毕竟是名义上的丈夫 他也没做过什么 触及他底线的事情 我对柳如烟的决定一无所知 还沉浸在一部文 已经过了初审的兴奋中 结果这边还没高兴完 那边另外一部小说 也过了另外一个网站的初审了 什么叫人在家中作福从天上来 想到之后会有很多小钱 钱朝我扑过来 我就觉得幸福的不得了 卖东西换来的钱 我总觉得不是自己的 那是柳如烟以前买给炮灰的 如今炮灰不在了 也应该算是柳如烟的钱 我之所以想着回头买房子 放到自己名下 是知道柳如烟不会跟我争这个 万一以后柳如烟又出了什么岔子 至少他们还有最后容身的地方 那房子我也没打算占据 还贷款我就用自己的钱 到时候房子就算是两个人的 如果以后搞费多了 我还可以攒钱再弄一套 要是柳如烟想要房子 那就算房贷是欠我的钱 往后可以慢慢还我 反正我肯定不会催债 就当是还柳如烟如今不抛弃的情分了 之后的打算被我安排的明明白白 我高兴的翻开卖东西的页面 不错不错 又卖出了好多个 下午打电话让人上门取件 这次来的是个小姐姐 快递小姐姐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陈先生你这是开了网店吗 这些手表好像都不错的样子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便宜卖我一个 我打算送给我男朋友做礼物 我一论连连白手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开网店 我只是帮朋友发货 他这些手表的价钱好像还不便宜 貌似都上万了 这么多的钱我做不了主 你要是有需要我可以帮你问问 快递小姐姐有些吃惊 都上万了 天哪 那这些手表都是奢侈品吧 我也不懂 也许是吧 反正都挺贵的 我正说着 旁边的电梯门突然开了 柳如烟从里面走出来 刚才我说的话 柳如烟全都听到了 怎么了 柳如烟走到门口 没什么 快递小姐姐想买个手表 但是手表不是我的 我想着也许可以帮她问问朋友 能不能便宜一点 我怕柳如烟不了解情况说漏嘴 赶紧到 快递小姐姐其实听到价格后 就觉得严重超出她的预期 她马上接话道 没有没有 既然这手表是奢侈品 那就算了 我一个平民百姓平常也戴不了手表 快递是只有这些吗 如果只有这些的话 我就收拾一下准备走 待会儿就发货了 对 只有这些 那就麻烦你了 我知道这些量和之前的那一堆 比起来少了点 但是炮灰买的手表类型比较多 有的受欢迎 有的比较冷门 所以肯定是最开始的时候 卖出去的最多 后面越来越难卖 不麻烦 不麻烦 小姐姐说着 拎起包装好的包裹 坐电梯走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一直堵在门口 柳如烟都进不去 我赶紧进去让出位置 让柳如烟可以进来 然后有点好奇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今天处理的事情不多 柳如烟一边说一边换鞋挂衣服 看似随意的问我 怎么说手表是别人的 说自己的不合适 咱们住在这里 安保情况不清楚 万一漏腹被人察觉了 说不定有危险 而且那家快递都来几次了 也算是面书 以后还要帮忙寄快递 如果说是自己的 又不给大的优惠 回头他们心生怨愿 捣鬼坏我的货怎么办 虽说到时候可以走程序处理 但是毕竟麻烦 说到底 知人知面不知心吗 再加上情分一般 实在示范不上 我三两句就把自己的想法 都给说了出来 柳如烟再次有一种 面前这人像是 另一个人一样的感觉 以前的陈泽可没有那么多心眼 买东西的时候 没少被别人套路 出门在外更是没什么防备心 他因为这个被闺蜜们 告知好多次了 也因为这个 他的闺蜜们都替他委屈 居然嫁了这么的蠢货 买东西都买不明白 但是看看现在的陈泽 这么一点不险山露水的小事上 都能想得这么周全 哪里还像是当初 没长脑子的样子 嗯 想得很周到 柳如烟看似不经意的评价 没办法 生活不容易 虽然要抱有善心 但是也不能没有防人之心 这些随口就能处理的事情 就不要给自己添麻烦比较好 早已习惯自己独立生活的我 各种生活细节技能都是点亮的 对外人的防备之心更是满满 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哪里不对 自然也就没有看到 柳如烟悠暗了一瞬的眼神 对了 过几天有一场酒会 需要我们一起出席一下 你早点做准备 柳如烟脱了外套挂墙上 换鞋走进来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 酒会 我都没怎么认真的去过 这个时候去 会不会给你添麻烦啊 不是没有认真去过 是根本没有去过 柳如烟要去参加的酒会 不用问就知道是那种商业酒会 我一个小若鸡 到那里不知道会不会丢人呢 我过去接触过的不多的酒会 基本就是年会 还一半都是作者年会 身为所属网站的当红作者 从来没有什么糟心事 会发生在我身上 往往不需要我操心 就有其网站的工作人员 帮忙把事情安排堵的 这猛的让我去挑战 这么高难度的东西 我怕自己hold不住啊 没事 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人能给我添麻烦了 就算有麻烦 也不在乎这一心半点的 柳如烟不慎在意的说 说完还淡定的 拿起桌子上的杯子倒杯水盒 这话听着还怪 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 以前都是别人看柳如烟的眼色 想必现在再去参加这种酒会 就是他们一起看别人的眼色了吧 原本拒绝的话在嘴边打了个转 最后我还是点头同意 表示自己会好好准备的 终归是夫妻一场 平时都是柳如烟出门看别人眼色 如今也该我一起出去面对了 虽然我不是炮灰 没有花柳如烟的钱 可是我占据了炮灰的身体 性质都差不多 之后两天柳如烟依旧早出晚归 不过早上和晚上都会在家吃饭 我也习惯性的早晚 给柳如烟准备一份饭 自己则每天老老实实的马子卖东西 顺便不停地查到底如何参加这样的酒会 悲催的是 有权利和机会参加那些高档酒会的人 没有哪个会脑子犯抽的在网上写这些东西 所以我连着查了几天 居然什么都没查到 翻开手机看看 倒是有不少被忽略的之前炮灰朋友的电话 想必那些人里会有知道酒会什么样的人 可是炮灰跟那些人关系都不亲近 只是酒肉朋友 这时候联系对方 先不说我一个冒牌会有多尴尬 就说人家十有八九智会看我笑话 而且问这种问题 太容易暴露自己了 在回忆里翻找一下 会发现炮灰除了刚开始结婚那会参加过类似的酒会以外 后来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了 多么悲催 柳如烟明摆着就是怕炮灰出门丢人了 别的做不了 我只好先把要穿什么这个第一步先解决了 按照过去的记忆 我从没有卖出去的衣服里选出来的几件 鉴于我自己其实也拿不定主意 心里半点数都没有 纠结来纠结去的 最后只好求助于柳如烟了 于是这天柳如烟一进门就发现 这几天一直窝着写小说的陈泽并没有如同往常一样窝在沙发跟前 而是一听到开门声就目光灼灼地看向他 表情还透着几分诡异